今天的普拉提根练重点在核心以及臀腿 来双腿分开 身子向后勤 肚子可以向内收一下 就是不要过分的去挺胸 然后来手臂向左右两方打开 脚轻轻地挨住垫子就行 不需要踩实 我们用核心发力去表示身体的稳定 然后用腹斜及发力左右两边打开手臂 手臂展开的时候要展得非常开 就是把我们的肩膀还有肩胛骨打开 所以这个动作练习到了核心稳定 然后练习到我们的脊椎灵活度 所以它也是练小腹的 对不对 你的小肚子一定要绷得非常紧 才能保持身体的稳定 好 然后来手臂向后放平压住垫子 然后腿来向内收 然后蹬直向上 这个动作主要练的是我们的下腹 所以还是要核心收紧 用我们的腹骨来保持身体的稳定 然后再稳定 就是我们的腹骨的膠肠 出发了最后 在这种肩膀用这个下腹 然后相当来我们的腹骨的小胃 比较好 好 然后再捏 我们的腹骨在自己壳下腹 那些腹骨的肩膀上 白色 调柱的肩膀 然后来侧过来 侧过来之后顺势就把腿伸直胳膊打开 然后手臂向下手上碰一下地面再把身子舒展开 就是你整个的侧面包括胳膊呀 腹呀腿呀都要特别的舒展有拉长的感觉 手臂向上的时候去大大的把身子打开 好翻过去去舒展另外一边 做普拉提就像跳舞一样 就是你一定要把动作做大 不要扣扣索索的 一定要把身子彻底的舒展开 然后来四足跪立到垫子上 膝盖撑住垫子 我们来桂式佛称 桂式佛称有两种 我这种更偏向于练背还有胳膊 还有一种就是上半身和大腿是成一条斜线的 那个主要练的是胸 就看你侧重什么了 但是这两种都能练习到核心力量 好腿的位置不要变 手臂向前伸直然后向旁边展开 这个就是一定要核心收紧保持身体的稳定 就是你抬胳膊的时候你的身子一定要非常的稳 所有让身体保持稳定的动作 练的都是我们的深层核心 比如平板支撑啊平板支撑辨尺啊 或者这种四足跪立时 新一三的视频我也说过了 以后只练普拉提还有核心力量 然后一周会加一次狐灵 具体的原因都在那个视频里讲过了 像这个动作是我比较习惯的一个串联性动作 就是让身体更柔韧一些 并且让动作不会断 这个动作不重要 后半段我们来四足跪立式重点练臀 左腿向后伸直然后上台 上台的时候臀发力 腿是放松的 核心收紧保持上半身的稳定 你看我上半身是不动的对吧 然后把你的注意力放到臀上 用臀发力带着腿来上台 好腿抬起来把你的臀部挤住 然后膝盖弯曲向上小幅的驴踢 三十下 每一下都要感觉你臀部被挤压的感觉 另外一条腿伸直上台 了 一条腿抬起来 恶意 我实衅上有点 感觉有点 在内容 依然驰也有一点 一条腿抬起来 对 我实衅上 然后是小幅的驴踢 这两个动作训练的是我们的臀大肌 臀大肌也就是让我们的臀部饱满不下垂 之后我们来练臀中肌 臀中肌也就是让我们的侧臀部凹陷 左腿的膝盖去点一下右腿的小腿肚 然后再向左侧方抬起来 把你的注意力放到左边的侧臀上 还是臀发力腿放松 核心收紧 上半身稳定 腰背平直 不要塌腰 右腿的膝盖点一下左腿的小腿肚 然后向右方抬起 臀发力腿放松核心收紧 腰背平直 不要塌腰 记住这几个关键词 好 然后来梳洗一下臀腿 把腿向后伸直 先来一个到位支撑 然后再向前进入平板式 用臀还有腹部发力带着身体前后移动 最后一个动作 直接来进入左右侧支撑 直接来进入左右侧支撑 练深层核心力量以及腹斜肌 你看普拉提的优点就是 虽然今天我们主练的是核心以及臀腿 但是因为我们的胳膊一直在做支撑的动作 所以我们的胳膊还有肩也都是能练到的 普拉提它就是一个符合性的训练 它虽然有侧重点 但是基本上全身的肌肉都能练到位 今天的训练还是看个人感觉 可以的话反复四遍 进入婴儿室 拉伸 拉伸 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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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飞 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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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